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景哥记 我是景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你知道吗,其实微信扫一扫的功能很强大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微信扫一扫的小技巧 首先,微信扫一扫分为三个模块 第一个,扫码,就是我们可以扫码支付,添加好友 不过你知道吗,其实它还能同时识别多个二维码 当我们成功识别多个二维码后,它就会出现一个绿色的箭头 我们只要点击这个箭头,它就能识别该码的信息了 另外我们在扫码添加好友时 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是扫你,还是你扫对方 那么我们只要打开扫一扫,然后点击这里的人形图标 这样你的奥码就出来了 而右边这个图标是进入手机相册 另外我们还能点击上面的三个点 这样我们就能把微信扫一扫添加到手机桌面了 第二个,食物,这个功能非常的实用 比如我们在外面遇到了一些不认识的物品 我们只要选择食物,它就会自动识别该物品 下面还有它的详细信息 这个物品可以是汽车,植物,等等 第三个,翻译 这个就是我们不懂的英文可以用它来翻译 不过有一点,少一少识别多个奥码目前仅安卓可以使用 苹果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才会上线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但是又是几时在简单上 объобщ入 好吧,有点多噢